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慢超过的过 过慢就是比前面的慢要超过 要严重 这个严重的情况怎么样呢 第一种 一等计计胜 前面是一等计计等而已 彼此差不多 你半斤我八两 我八两你半斤 差不多 那是一等计计等 现在不是的 一样的差不多的 他说我胜过你 实际上彼此是半斤八两 他倒过来说 你八两我是半斤 因为你只能说两啊 我是斤啊 我是胜过你的 虽然同样是八两半斤 但是你是个八两 我是个半斤 我是斤 你是两 你不如我 这是一等计计胜 过慢 一等计计胜 第二种啊 一圣计计等 别人胜过我 别人实际上他有十二两 他硬是把他压下去 说没有什么了不起 他顶多八两而已了 他硬是把这四两压下去 明明人家比他好 有十二两 而他只有半斤而已 可是他硬是把这个四两压下去 我跟他差不多 实际上人家比他好 可是他不相信 我跟他差不多 这就叫做过慢 这过慢两种 一种是一等计计胜 第二种是一圣计计胜 计是直计 那么因此 这个叫做过慢 比前面的普通慢性 要严重的多 第三种更可怕了 慢过慢 慢上再加过慢 哦 这个不得了 这只有一种 一圣计计胜 你一圣吗 你圣什么 我圣过你多多了 实际上他出乎不如人家 但是他偏偏说 我圣过他多多 这种人傲慢太严重 从前我在石头山 因为我住在山上来 有很多故事 山上有一个慢性很重的人 他书读得很多 四书通通过倍 很熟很熟 那么因此他熟读得很多 不过他读的书是四书 尤其是人语读得最熟了 孟子也差不多 他提起来 随便起一个字 他接下去 哇啦哇啦一直念下去 他有这个能力 大殿上初一十五 方丈佛上开示啊 他从来不曾去参加 从来不曾到过 不参加还不要紧呢 他有的时候在外边 大声讲话 那么有一次啊 因为他大声讲话 妨碍到大殿里 方丈佛上开示 方丈佛上年纪大了 声音也小啊 也没有麦克风啊 因此他被插的声音吵到了 那么方丈佛上就叫我 我是个当时小孩子嘛 十七岁 你出去 叫他不要声音那么大 那么我就出来好意的劝他 我说你声音不太大啦 妨碍到里面大殿讲话啦 他妈呀又发起脾气了 他说我比大殿讲的好得多了 他都不如我 但是大殿的人都从来不曾 请他去讲过 他就是自高自大 不说还好 说了更糟糕 拢得大殿上讲不下去了 治好 念佛好了 阿弥陀佛 所以这种呢 慢过慢 也叫做过过慢 最严重的慢性 最可怕的 这是第三种 第四就是我慢 有我就有慢 这是我的 这是我所有的 有这个我存在 他就有慢性 人 大致都是这个样子 有我就有慢 这是第四 我慢 我慢差不多都有 第五啊 叫做正上慢 正上是指这个正国的法 出国以上 对于这些正上法 三级慢性 本来是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有一位吴文比丘 就是不懂教理的 教理不懂的比丘啊 但是他学习修禅定 他也不错了 他的禅定修到四禅了 世界四禅了 他能够 这个入四禅的功夫 入定的时候 能入四禅 他因为不懂教理 他把四禅当四国了 实际上他只是能入四禅的功夫而已 那么他就跟人家说 我正是四国 以四禅当四国 那是本来他是不懂教理的 说错话 可是后来因为他会生烦恼 出定的时候生烦恼 那么因此他就诽谤了 诶 佛说四国不会生烦恼 我正是国为什么生烦恼啊 那佛说的话不正确了 因此就诽谤佛 造了大罪恶 那个叫做吴文比丘 人眼睛后边又讲到 所以这是以正上法起慢 后来就成为 魏德自身为已经得到了 魏正说已经证到了 没有正道四国 自说正道四国 没有正道菩萨道 自说正道某某菩萨道 这个叫做正上慢 以正上法生其慢心 因为自己已经得到 这个叫做大忘疑 罪过很大 如果明明知道自己没有正国 而说正国这个罪过最大 那么像吴文比丘 是错误的看法 那个还比较轻一点 现在变成正上慢 就是没有正道 说正道 没有得到说得到 这个罪过是最大的 往往有些利用这个方式 来让人来恭敬送供养 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这是第五 正上慢 第六叫做批裂慢 自甘批裂 这个批裂慢 就是说 我虽然是不懂 我宁可这样不懂 他不承认他不行 而是觉得我这样就蛮不错 我从前在山上石头山 有一位六十几岁的老比丘尼 那么当时我劝大家年轻的要读书 那么他就不赞成 因为他主要是要工作 要大家去工作 就不希望大家读书 那么因此读书 他就会发生 这个出来找麻烦 那么我们希望人读书 他叫人不要读书 你知道他怎么说 我没有读书 没读到六十两岁 如果一般他吃完 那吃个大饶快 他好像活到六十几岁 不是读书的关系 那么读书呢 不见得能活到多少岁 他说这个颠倒话 这也是批裂慢 还有一种啊 学博不敢承讽 这也是批裂慢 我们山上有个老修行 他天天去扫路 把路扫得很干净 有一天有一位居士 懂得佛法的人啊 上山来拜 那么在路上碰到 这个扫路的人啊 他就赞叹他 哦像你这么发心啊 路扫得那么干净了 将来就要成佛了 拜托为咒误的 他听到这个话 他吓了一跳 哈 我有成佛呀 我才不敢想你 这个居士听到 也吓了一跳 那你学佛不想成佛 那你要做什么 他说我啊 我将来到佛国去 帮佛主啊 呃 扫地啦 扫头咖啦 哦 我将来去做 喊不扫地扫头咖 做什么 做佛努 不能做佛 做佛的努力 他这样想 我说哪里想错啦 他说什么 几多世界的地不用扫的 扫手嘛 你若不去就扫地 去去啦 哦 那么扫地嘛 那边是八公斤水 满满的 也用不着装了 哦 要喝多冷的 就有多冷 多热有多热 也不用人工去做 那你到极乐世界 就变成无业游民 因为扫地没得到装 哦 扫地没得到扫 那你没有工作 没有工作回来啊 回来收佛世界 因为那边变成无业游民嘛 是开玩笑的话 这个也是扫地慢 哦 这种的自干批地 也是非常不好的 啊 他不知道学佛用意在哪里 哦 这是第六批地慢 第七邪慢 外道 外道 邪见 邪见 执着 执着他的那一套 啊 或者是不信英国 或者是不不无英国 这都是叫做邪慢 呃 由着邪法生起慢心 而你跟他说正法 听不进去 听不进去 这个就是邪慢 邪慢单对外道讲 啊 慢 由着弃忠 啊 我们自己对照自己 这是一面镜子啊 啊 心静舒谋啊 啊 呃 看看自己有 有什么样的烦恼 想办法对峙 不能让他继续下去 第五啊 叫做 邪 贪嗔之慢 邪 第五的邪是什么呢 这个邪啊 就是对于 三种 啊 情况 发生怀疑 邪 是性的法面 对佛法没有信心 就会邪 邪有三种 第一是邪字 第二 邪法 第三 邪思 对这三方面 生起疑心 对于自己生疑嘛 就觉得 哎呀 我 邪症很重啊 我罪过很多啊 我 修行能成就吗 自己怀疑自己 这个是 疑字 第二 疑法 有些人啊 听到念佛 阿弥陀佛 那麽阿弥陀佛 那一句就行啊 那就能够往生吗 真有吗 真有可能吗 不相信 疑法 或者是对于所修的法门 任何法门 生起疑心 都是疑法 第三 疑师 教他的师父 教他的师长啊 他对师长 生起疑心 因为如果师长 也是一个凡夫 同样是个凡夫 同样是个凡夫 他觉得 我要吃饭 我的师父也要吃饭 我吃两碗 我的师父也吃两碗 我要睡觉 我师父也要睡觉 而且他睡得比我还多 我早上我要先起来 我把工作做好了 他才爬起来 那么这样子看起来 有的时候师父也会发脾气 也会骂人 那么师父都有烦恼 他能度人吗 他能度得过我吗 我跟他学 能够有成就吗 疑似 那么这三种啊 都是一种不好的情况 我们应当要把它除掉 对于自己不要怀疑 比起丈夫我一儿 对于自欺而退虚 应当要相信自己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有佛性就能成佛 那么佛所说的法绝对正确 我们要相信佛所说的法 那么师长他虽然是凡夫 他懂得正法就能够教人 就讲到贪嗔痴慢语 五种根本烦恼 根本烦恼 刚才讲了五种贪嗔痴慢语 讲过 接下去还有一个第六 就是欧见 欧见有些地方写作不正见 就是他的知见不正确 这个欧见如果是把它开开来 就变成五个 就是身见 边见 见取见 借近取见 斜见 这五种 所以这个六种根本翻了 就是五顿时 五力时 贪嗔痴慢语是五顿时 身边借见邪是五力时 这个所谓叫做欧见呢 就是同质这五种的见解 思想都是不好的 都是不正确的 第一个身见 就是执着这个我愿身心为我 认为这个我愿身心就是我 那么认为这个我愿身心为我的执着 由此生起这个我见 我知 所以凡是人 只要你是凡夫 都有这种身见 所谓身见就是我见 就是我知 由了我知的执着 由此就有第二的边见 边 断肠二边 由了身见就执着 或者是执着断肩 或者是执着扛肩 怎么叫做断肩呢 有些外道啊 他说 人死了就完了 什么都没 中国古代的思想 有近于这一类的 所以 他认为 人死如灯灭 好像灯火 没有油了 消失了 就没了 那么 轻轻之气 上福为天 众族之气 下您为地 他认为 人死了 就什么都没有 这个就叫做断肩 印度也有这种 很多这个断肩的外道 第二种的肠肩 他这个肠 他相信有灵魂 他是他的怪想法 认为 人的灵魂 永久是人 他只能转身 做人 不会变成别的 狗的灵魂 永久是狗 生生世世 永久是狗 过去是狗 现在是狗 将来还是狗 那么其他一切动物 有灵性的 像 什么样的东西 他的灵魂 就是那个样子 将来生生世世 还是那个样子 假如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就 英国不会相信 那对于世界 也只有增加乱象 为什么 人死如单灭 死掉就没了 那他就可以无 我不说 反正死掉就没嘛 他害怕什么 如果说是 人的灵魂 永久是人 既然永久是人 他害怕什么 他又何必修设 他就无恶不作 为什么 反正是人的灵魂 将来还是做人的 那么狗 他就是去修设嘛 做异犬嘛 可是没有用 他将来还是做狗 这种的观念 这是常见的错误 所以这个偏移 这个断肠 二肩 任何一边 都是不好的 都是使世间会乱 而不会断 或修设 因此这个第二的边界 偏移断肠二肩 都不好 第三的剑取剑 就是他 印度有些外道 他认为 天上的 这界天的五想天 他认为是涅槃 甚至有的认为 五十界天最高的 飞飞想天 是涅槃 是不生不灭的涅槃 印度的那些外道 有的定功很高 释迦牟尼佛在时 还没有成佛之前 在雪山修苦行 他所亲近的两位 最了不起的外道 其中一位 芋头兰佛 就是正道 非非想定 他死掉 就生道 非非想天 那么他认为 非非想天 是涅槃 这个叫做 非国济国 不是涅槃的 国位 执着认为 是涅槃的国位 这种的错误的见解 非国济国 这个是错误的 没有办法得到真正 血脱的 所以佛出现 世间的时候 破旨这些外道 说你这些 都是还在轮回生死 因为你的我见 丝毫灭除 将来这个定功满了 也会散乱 结果又会 又是倒落 就是五想天 五白大阶 升到五想天 前半阶 慢慢去以五想 到五想定 果报成就了 那么有 四百九十九阶 完全是在 五想的境界当中 最后的半阶 他这个祥 又慢慢升起来了 所以他前后 只有五白大阶 而五白大阶 真正无想的时间 只有四百九十九个 因为有一些 前半是由 有到无 后半由无到有 他不了解 他这个波士究竟的 结果他认为是涅槃 发生这种错误 所以非国计国 这个叫做 见取见 你自己的见解 认为是涅槃 取着这种的 说法的见解之中 不肯 不肯 把他摆脱 这个叫做见取见 就是第三 非国计国 第一次 借尽取见 就是非因 即因 不是升天之因 执着于 为升天之因 印度的 持牛界外道 他的老祖宗 他能够入定 在定境中 看到一只牛 死掉了 牛的灵魂升天了 他由此误会 因为像牛这样辛苦 替人种田 离田 拉车 吃的是槽 很难吃的东西 这样子 做这种苦行 一味能够升天 因此 这个持牛界外道 有下个规定 凡是跟他学的 要学牛 跟牛一样 学习拉车 学习梨田 还要学习 像牛吃槽 人总然有手 要把手当做脚 不能去用手拿来吃 要嘴 对住槽 去咬 去 吃 这样子完全才是学成这个牛的方式 牛界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有一个词 牛界词得很清净的外道 他听说释迦牟尼佛是一切字人 无法不知 因此 他就拜托 这个欧难政者 请问佛 麻烦你 替我问佛吧 你要问什么 你请问佛 我持牛界 持得很清净 将来是不是能够升天 这是一个 万一 持不好 有破戒的话 又怎么样的结果 这两点 请你去帮我 问佛 因为他 觉得佛的伪得很大 他不敢接近你佛 那么意思 他拜托欧难去问 欧难就是按照他的问法 就来问佛了 佛的大夫说 这个话最好不要跟他说 说了对他没有好处 而欧难说 事实呢 这样不行 如果你不答复 人家会认为你不懂 这怎么行 他说我说出来他能接受吗 你不要管他 接受不接受 就是照实说 好吧 照实说 那么欧难就问说 如果他持牛戒 持亲戒 情况怎么样 能不能三天 佛说 他持牛戒 持得很亲近 将来做牛有份 一定做牛 为什么 他现在已经像牛了 他已经完全学牛 学得完全像 像跟牛一样 所以当然 当然他死掉了 将来就是去做牛 牛戒 持亲近 做牛 这是第一个问题 大夫了 他说万一他持戒 不亲近 破戒了呢 佛说 破戒 下地狱 这是 为什么这么愚痴啊 人不做 学牛 牛戒 吃好了 顶多是做牛而已啊 牛戒 持不好破戒了 将来呢 将来是堕落 又到地狱里面去 吃苦啊 这简直是制造苦吃 所以这个印度 那些持牛戒 持狗戒 持猪戒的 持激戒的 什么样都有了 这个叫做非阴既阴 不是升天之阴 忘记以为升天之阴 就是戒 敬起见 持戒的戒 敬直的敬 取着这个戒法 牛戒 狗戒 能够升天 那个叫做非阴既阴 这是第四 第五 就是邪戒 这个邪戒 就是波无英国 不信英国 印度有些外道 他波无英国 不信英国 像那些自然外道 实际上 他不了解 英国不是佛闯的 佛出现世间有英国 佛不出现世间 照样有英国 如是英如是国 这是一定的 种瓜 的瓜 种豆 绝对不可能说是 瓜中种下去 将来 这倒是豆的结果 不可能说是 豆中种下去 将来 这叫瓜的结果 没有这个事情 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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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会当日上午八点半 斗南火车站备有接驳车 尽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 疗愈课程果栋花现场教学 韩丽玄老师教授 日期1月26日星期五时间下午2点 联络电话06271-6616-06271-6616 或06271-6612-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本课程需请来电报名 以便材料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因此之故因果两国之 你信固然好 你不信他还是跟随你 你到哪里他跟到哪里 万般哪不去唯有业随身 如是阴如是国 一定不会错 所以这个邪见就是波乌英国 那么这五种学建 或并且